快晴的空下 夏的匂いが また 僕を包む 欢迎大家收看马告司TV 马告司 今次又是日本旅游片的时间 有看我介绍玩具店的影片 就知道我去了4日的新式院玩 去得旅行又怎样少得吃好西呢 今次影片分享了10間我試過的餐廳 全部都是距離車站5-15分鐘的車程或路程 絕對方便又容易找到 打頭陣第一間就是中華飯店星龍 日本的炒飯和餃子比香港好吃很多 結果因為我太想吃的關係決定去這間 順道一提店鋪附近有一間Animator 看完玩具就可以依套吃餃子 店鋪附近是大型停車場 就近街道亦有不少餐廳 我去到的時候都要排隊才能進去 這裡的裝環非常有懷舊感 真的好像回到老家樓下的餐廳的感覺 不時會聽到老闆炒飯的聲音 而餐廳設有多個配搭的套餐 我就選擇拉麵配炒飯的AZ 再追加了一份餃子 加起來才是1240日圓 首先是一個長通粉的沙律做前菜 然後就是甜餅的冰凍菠蘿片 接著就是炒飯 我想說和店外的食物模型真的很不同 真正來到的炒飯的份量超級多 而且日本的炒飯真的做到一粒粒那種 還要夠鍋氣又夠野味 接著就是拉麵 又是比預期中再大碗一些 真的夠了底食 湯的味道比較清甜 也有不少油脂又夠了香 麵條用上粗麵條 掛湯真的一流 叉燒方面只有一塊 但再多也未必吃得完 接著就是期待已久的餃子 這裏就是唯一的扣分位 大家都看到它是煎到外皮黑了 裡面的餡料又夠香口又多汁 但外面黑了就有點苦味 所以不會吃它黑了的部分 整體來說都很適合大食的我 簡直就是碳水化合物的恐怖襲擊 女生的話一碗拉麵也可能吃不完 接著第二間就是居酒屋 就叫做三代木鳥 美羅的新式縣站前東大通店 燒雞串也是我很想吃的美食之一 香港就很難找到一間便宜的串燒 上網就看到有日本Youtuber推介這間 就決定一時了 話說我住的酒店正正位於餐廳街 走過去這間餐廳只需一分鐘 本身酒店都近車站 所以車站走過去只需三分鐘 說真的一個人去居酒屋問題不大 當然最好就是選擇有巴桌的居酒屋 今次這間也是有巴桌的 但我平日去所以有很多位置可以坐 其實這裡也不錯 就是用平板電腦下單 圖文並茂就不用怕看不明白 在介紹食物之前就先看看價錢 在日本去居酒屋就有個習慣 就是屁屁都未坐戀就要想到飲什麼先 今次我先點了一杯生啤 接著第二個就是 焗著你要的送菜小吃 然後就點了一堆串燒和炸串 例如雞腿肉、雞皮、bonjili、青椒仔 然後就有炸芝士、炸鵬春蛋、炸煙肉連糕卷 合共是22005日圓 都算是挺便宜的 好啦 開餐之前就先喝一口啤酒 如果有人跟我乾杯就更加開心了 本身滿懷期待吃串燒 誰知雞串就不太夠熱 雞皮就要夠熱、夠脆才好吃 因為真的有點失望 然後bonjili其實就是我亂叫的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雞屁屁 難怪這麼有咬口 至於青椒仔就正常地好吃 反而炸串就夠熱辣辣辣就比較好吃 炸芝士就很難不好吃 而鵪春蛋就有私心的美食 然後煙肉捲著連糕的口感都不錯 最後總結就是地點方便、價錢適中 食物方面就比較中規中矩 眾所周知 馬高斯就是拉麵狂 一日三餐拉麵絕對不是問題 接著介紹這間拉麵的味道都頗獨特 就是Tori Ramen、Sedbe 這間店主打三款醬油拉麵 分別就是山椒、山薑和柚子配搭醬油 新式怨凍的日子都頗多 所以山椒和山薑都頗暖身 我就選了山椒醬油拉麵 首先湯頭真的很重這個山椒味 口腔裡面會殘留著鹹香和椒辣的味道 是好吃的但就比較重口味 需要喝幾杯水才行 至於叉燒方面選用了雞肉做叉燒 所以肉質都比較嫩 然後最驚喜反而是竹筍 筍肉煮到入味又很嫩滑 都真的挺正的 本身店鋪的空間比較細 就只有一張L型的吧桌 不過細有細的好 店主和食客的互動就可以更加多 新式怨最出名的就是出產月光米 想品嘗美味的月光米 你去旅行的時候又不會有電飯煲 又不會重到四半包米回香港 所以這間飯糰專門店真的很重要 店名叫做Nigiri米 新式怨前店 在新式車站走過去只需7分鐘 而我又住在Apa酒店 轉個彎就已經到步了 一大清早最好就是吃飯糰做早餐 由於太好吃的關係 但我有兩天早上都是去吃飯糰 一次是外賣一次是堂食 兩天去到都是需要排隊等吃的 流程方面都很簡單 進去先買這個食卷 再把食卷交給店員就可以等吃了 我第一次外賣的時候又試了兩款 分別就是300日圓的特製三文魚 以及480日圓的三文魚子 一大口咬下去就會看到餡料 特製三文魚就鹹鹹的都挺開胃 至於三文魚子都挺大粒 吃下去就會爆汁和很有魚子的鮮味 由於太好吃了 結果我又去吃早餐了 同樣都是吃了兩個 因為三文魚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我再叫多一次 然後又試一下職員推價的260日圓 自家製肉味增 一早早凍凍的 還叫了一碗150日圓的味增湯 很簡單的配搭非常好吃 接著第五間餐廳就是吃牛扒當 這個就是馬高斯的大推 我上次去新色縣的時候已經吃過一次 真的太好吃的關係 所以這次再去吃 就是這間叫八一線的餐廳 餐廳位於魚市場比亞班達裡面 通常去到這裡都是吃刺身和壽司 而我偏偏吃牛扒當 因為上次也介紹過了 我就不太詳細說 總之牛扒切片 再加上七八成熟的程度 再配上餐廳特製的燒肉汁 真的很好吃 在吃完之後會有一種空虛的感覺 接著也是這個魚市場 這裡又補充一點 雖然交通上可以乘巴士去 但因為我住的Upper酒店 走路過去只不過是13分鐘的事 好了 吃飽飽之後又想喝一杯咖啡放空一下 就在八一線的旁邊再旁邊 就有一間咖啡叫做Bae Standard 我就被咖啡的香氣引誘了到店裡 我始終對咖啡的認識不太深 所以就很隨意地叫了一杯 今天精選Premium 多謝成為300日圓 很快手已經沖好了一杯熱辣辣的咖啡 雖然我不怕冷 但喝一杯熱咖啡又舒服又可以提神 這裡又多吹一點水 其實這個魚市場有很多食物 例如去魚市場買刺身 再去這個戶外大廣場坐下慢慢吃 又或者進去肉市場買便當 超市那邊就有手信和水果可以買 當日還有這個即叫即燒的海鮮 真的不愁吃 就只需要煩這個吃不吃得完 接著都是說喝 不過就是喝酒 通常一個地方有好水就會有好米 有好的米和水自然會有好的酒 新色縣其中一樣人氣的名物就是清酒 今次介紹的地方就是Cocoroc 新色的西館 這裡就有行人橋去連接著新色車站 所以很容易就會去到 一進到首先就是手信店 這裡就有很多新色縣的各地手信 因為坐渡島本身都比較遠 這裡能夠買到當地的手信都是一件好事 然後比較特別還有這個清酒面膜 好 走進一點就會見到今次的目的地 這個Bond Shulkan 就雲集了原來所有的清酒 就讓大家可以在一個地方裡試完 首先就是去收銀換代幣 100日圓就是一個代幣 大部分的酒都是用一個代幣就可以了 不過都有少量就要用兩三個代幣 一開始就會收500日圓 就包一個清酒杯和五個代幣 然後牆上的黑板就寫上了本月的推介 然後還有職員推介 片中就會見到清酒自動化買機 一個正方形就代表一款酒 都真的夠花多眼亂 程序上都很簡單 每個酒都有寫上酒名、酒狀 還有味道的簡介 簡介下面都有標示需要多少個代幣 首先放杯進去吧 入完代幣就可以按一下黃色按鈕 很簡單就完成了 如果跟朋友去 小小小小出一杯 再吹一下水 這樣就一個夜晚了 話說這次旅程也有去濕平 去了EON的新式藍店 雖然叫做EON 但其實裡面還有很多店鋪進駐了 只是這裡也足夠你走足全日 而我逛街之前去了伊土 就去了Tonkatsu和杏去吃炸豬扒 這間店的水準一直都維持在正常水平 不會有驚喜但絕對不會差 當時推出了一個期間限定的紅葉套餐 我就試一試它 首先就是大大隻炸蝦 接著就是一口炸豬扒 然後有多汁的炸蠔 最後還有這個特製的六種菇可樂餅 一咬下去就爆出了餡料 蘑菇類的食物就很有秋天的味道 然後就是旅程最後一天去吃的餐廳 由於當日下雨又吹大風 搞到沒什麼心情四圍去 於是就走到商場裡面去吃 這裡叫做新式萬代Bus Center 進去二樓就會找到這間Material Cafe 在出發前我就預約了這間餐廳 因為真的很想吃這裡的梳芙里Bank Cake 我這份就是朱古力香蕉厚味 1070日圓 Bank Cake真的很鬆軟 再配上朱古力醬或忌廉去品嘗 真的很棒 最後一個就是當日的晚餐 事關於之前去的居酒屋 就沒有辦法滿足到我 誰知又一次回酒店的路上 就被我發現了這間居酒屋 就叫做Yakitori Sakaba Non Jai 上次那間就很有連鎖餐廳的味道 反而這間就很有家庭式經營的小店感覺 到最後就好像吃了三千多日圓 我也不太記得了 我就叫了很多串燒 例牌首先都要來一杯三啤 然後就叫了雞腿肉 雞肉配香蔥和雞皮 全部都叫了鹽燒和汁燒各一 然後還有燒雞腿菇和燒青椒 都還未夠 再吃了這個唐羊炸雞 全部都很美味 我都很收貨 雞皮還要夠熱夠脆 還要鹽燒夠開胃和喝酒一流 接著我還發現了這裏 是有得喝當地的名酒 於是就叫了一杯可靈推出的雪藍醇米酒 口味上比較深厚 喝起來都頗香 好了 今次新嘗試轉一轉方式 一炮過介紹了十間餐廳 基本上九成我都覺得好吃 所以也有信心給大家參考去吃一下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裏 現在這個頻道增設了會員制 如果大家又能夠想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課金加入做會員 大家的支持絕對就著動力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記得給我按讚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